哈喽 欢迎来到鱼圈小二的频道 鱼卷向您报道 2024开年 热门录据不多 除了去年底的繁华外 比较有讨论度的就是二月完结的吴蕾 扎金麦传的听众剧 在暴雪时分了 热播期间 在暴雪时分多次冲上微博热搜 话题爆棚 近期 漏网也统计出 微博 抖音 快手等各大平台的录据热搜数量 以下是2024开年 录据全网热搜数量 Top10 一起来看看吧 热搜数量Top10 王凯 杨硕 大江大河之 岁月如歌 全网热搜数量300 大江大河之 岁月如歌闯进了前10名 这是一部年代奋斗剧 为大江大河系列第三部 前两部都在豆瓣冲出8.8的高分呢 而第三部可悲依旧不错 这部剧的出品方为打造过知否 狼牙榜等高口悲剧的正午阳光 如今正午阳光已经成为高质感剧的代名词 他们家的剧播出时 话题度一般都不低 2024开年录据全网热搜数量 他不久 宋倩 陈兴旭 我们的翻译官 全网热搜数量450 1月 陈兴旭转的两部听宠剧 我们的翻译官 你有今天对打 各方面数据都是你有今天更好一点 其实在开播前 我们的翻译官关注度更高呢 当初陈兴旭和宋倩氛围感满满的路透照引起话题 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翻译官被安排在流量比较低的芒果TV平台播出 加上质感不太好 所以播出后热度没有想象中的高 我们的翻译官讲述8年前 灵溪忍痛和男友肖一诚分手 成为联合国专业翻译 8年后 灵溪已经是华生最年轻的首席口译专家 而肖一诚也摇身一变 成为灵溪的潜在客户 灵溪不得不与肖一诚周旋 过程中 肖一诚明面上在对灵溪复仇 实际上她不仅恨不下心来 还对她处处留情 2024开年 陆剧全网热搜数量套跑8 中楚戏 杨超越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全网热搜数量516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找来中楚戏和杨超越主演 最初这阵容是被唱衰的 因为观众对两人没有信任感 没想到开播后评价与话题度都还可以 该剧不少话题都来自杨超越 杨超越这次的表现比她在一些偶像剧里好 而故事走亲情温馨之余向 豆瓣开出7.5的高分呢 胜过了同期 骑今招 要救救爱等剧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讲述妹秀丽的二儿子因车祸而死去 她的大女儿若华想帮母亲走出伤痛 但心伤难愈的秀丽还是给若华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姐姐秀芳的独女安欣是一位年轻的舞蹈老师 她在车祸中失去了双腿 两对母女经历困难后最终解开心结 2024开年陆剧全网热搜数量 TOP7 徐帆 马思纯 烟火人家 全网热搜数量517 烟火人家是近期冲出高讨论的陆剧 剧情是现实家庭情感象 讲述雷雷风行的大家长乔海云曾定下规矩 每逢过年所有人必须回家过 一直以来从未有人坏过规矩 直到最老实的第三代李一锦 突然打破传统去了男友家过年 引发的家族矛盾故事 烟火人家 二月中才刚开播 说是与讨论声量就节节攀升 不到一个月撑出517个热搜 剧情现实有狗血 剧中的炸爹看得好多观众火气直升 但又很有共鸣 这部剧还隐藏了最近在暴雪时分 男三陈静可 他和孙谦四批火花爆棚 俩人的盘桃盛宴CP 讨论度很高 2024开年 录剧全网热搜数量 Top6 陈兴旭 张若南 你有今天 全网热搜数量526 你有今天是2024开年 表现超乎预期的小甜剧 你有今天开播前 没有特别受到瞩目 没想到陈兴旭和张若南 NCP火花挺强的 加上质感不错 剧情节奏快 还带了点喜感 爱情线和职场线都拍得很细腻 是 一月成绩还不错的黑马录剧 你有今天讲述陈养 被最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录取 他决定搬到离公司近些的地方 没想到房东一房两租 另一个租客竟然是陈养律所的老板 钱恒 钱恒第一天就对陈养展开魔鬼训练 陈养加倍努力 反而让钱恒刮目相看 两个人逐渐擦出爱情的火花 2024开年录剧全网热搜数量 Top5 曲景一 陈真远 闲剑4 全网热搜数量558 齐金钊和《仙剑4》两部《仙剑奇侠传》改编剧 与一月对打 热搜数据 剧评 话题 网播量都是齐金钊 烧胜一筹 《仙剑4》关于剧情的讨论不多 观众几乎全是吐槽 反而是居金一和陈真远 戏外的范围争议 在开播时闹得很大 当时微博热搜很多都是关于《仙剑4》的范围话题 《仙剑4》游戏原作其实很受喜爱 是放眼整个《仙剑》系列都属于说二的好评 可惜剧版改编的不好 演员演技 剧本到制作都被嫌弃 后期便越播越默默 讲述性格帅战的云天河 邂逅了闯入父亲牧师的少女 韩凌莎 几人一同败入昆仑穷华派 成为弟子 并走上逆天改命的旧事之路 2024开年 陆剧全网热搜数量 Top4 白静庭 丁永代 金晨 南来北网 全网热搜数量597 南来北网是一部年代情感剧 讲的是铁路警察的故事 70年代末 由宁娘开往哈城的蒸汽火车上 青年城景 汪兴误把老警察马魁当成逃犯 二人开启了不打不相识的师徒缘分 这是《甄嬛传》导演郑小龙的作品 原先有高期待 但故事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引人入胜 流量演员的演技也挨批 比起剧情 南来北网更多的话题 来自白静庭 盖剧热播期间 白静庭正巧在春晚期间 闹出上春山疑似抢C位的争议 连连罢屏好几天热搜 随着白静庭口碑崩塌 他和本剧女主角金晨 戏外的互动 也被吃瓜网友拿出来解释 意外让南来北网话题飙涨 2024开年陆剧 全网热搜数量Top3 徐凯 虞书欣 齐静昭 全网热搜数量 1126 齐静昭冲进前三 这部剧播出后 除了因为仙剑IP自带的高关注外 虞书欣的夹子印也引起讨论 虽然一些观众听不惯 虞书欣嗲嗲的声音 但虞书欣就不出没热度 热播期间 齐静昭冲出了上千条热搜 虞书欣 赵露丝这一批95花 是近几年的话题王 他们的剧 无论剧品好或坏 讨论度全都非常高 齐静昭讲述小镇青年岳静昭 和异媚岳齐闯当江湖多年 以色偶然的机会 他们意外得知岳齐的生母 竟是令人忌惮的昆蓬谷谷主 岳齐被迫面临亲情和大意见的痛苦抉择 2024开年 陆剧全网热搜数量Top2 吴磊 赵金麦 在暴雪时分 全网热搜数量1411 在暴雪时分冲上第二 在暴雪时分 是莫宝非宝的小说改编剧 再加上吴磊和赵金麦这王炸CP 在播出前关注度就很高 在暴雪时分 也是近期最热门的录剧 虽然剧情稍显平淡 但满满高堂 从主角到配角全员是个美女 2月开播后 就冲出1411个热搜 热度很惊人 在暴雪时分 讲述昔日天才级职业斯诺克选手林一阳 与当红酒球选手英果 相遇在一场十年难得一遇的暴雪之夜 这是近期值得一追的甜宠剧 制作质感很好 吴磊和赵金麦演技都不垮 搭配起来相当扬眼 2024开年 录剧全网热搜数量Top1 杨子 范澄澄 要九九爱 全网热搜数量2046 冠军就是杨子的要九九爱了 去年常相思的大火 杨子的新剧因而备受瞩目 要九九爱是怀旧青春剧 题材偏冷 前进一位杨子而冲出话题 该剧甚至特别找来孙燕姿客串 而后期 随着主角团之一的蓝一飞惨痛秘密揭开 剧情推向高潮 热度也不断上涨 霸占了抖音 微博和快手等平台的热搜话题榜 要九九爱讲述北方一座航天城家属院里 黄英子 蒋义 几人解败成北斗七星 他们一起长大 约定高考要考去北京 然而变故来临 小伙伴们四散各地 唱天后 英子想要重聚伙伴们才发觉 17岁你喜欢谁 是他必须要作答的问卷 好了 看完以上2024 开年录剧全网热搜数量 Top1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